好 美国的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毕竟11月初就要投票了 而在越来越多的竞选场合里面 川普的失言情况变得更严重 川普为了抢非裔的选票 接受邀请到美国非裔记者协会的年会里面 在一个舞台上面他形同是受访 用问答的方式他突然冒出话 他说贺锦丽以前是印度人 这几年却变成了非裔美国人 此话一出迎来一片骂声 他的副手范丝试图缓辖救火 但是却越描越黑 而贺锦丽面对川普的这种失言情况表明 这是川普典型的分化 以及不尊重他人的一贯作风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分身法术 没空出席的美国全国非裔记者协会年会 依贯力也邀请同为总统参选人的川普 川普也真的出席 不过记者提问相当犀利 为了非裔选票而去的川普 马上升起了敌意的高墙 但川普随后的表现继续让现场观众失望 主持人问到7月初 伊利诺州一名非裔女性报案 却遭上门远警开枪打死的案件 川普承认自己并不大清楚 但他又声称自己是自林肯以来 对非裔美国人最好的总统 接下来这件事让川普这趟拉票行 反得到骂声连连 川普话还没讲完台下已经虚声不断 贺锦丽的混血背景众所周知 他出生于加州 父亲是亚买加非裔移民 母亲是印度留学生 他与妹妹是在父母相遇相恋的 加州伯克莱大学附近出生长大 川普原意要批评贺锦丽改变族裔 很投机 但却凸显他对对手的不了解 许多非裔人士反而对他更加失望 川普复首犯思要为他缓夹 追击批评贺锦丽是假非裔 在造势大会上批评贺锦丽 用假的南方口音说话 但反思似乎是在提油救火 贺锦丽只是在国中与高中时期 住在加拿大 她从未隐瞒7岁时父母离异 12岁时因为母亲 找到加拿大医院的工作机会 母女三人就旅居加拿大蒙特楼市 大学时贺锦丽就读的 是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 也就是以招收非裔学生为主 俗称的黑人大学 她从未隐瞒自己的非裔血统 我们在这里记住了什么 这四十年了 这四十年了 尽管没有直指川普为种族主义者 川普的侄子弗瑞德 也继川普侄女玛丽之后出书爆料 声称川普私下常用诬蔑性字眼 只称非裔人士 弗瑞德上电视接受专访 力挺贺锦丽 不过CNN主播随后补充 贺锦丽在2010年就任加州州检察长前 已经做过认知测验 突然变成本届年纪最大总统参选人的川普 不服老也不服输 贺锦丽现在期待的是 让他跟川普一起接受大众检验 两人核实会公开电视辩论 也成了接下来关注的焦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